来自全国22个县市的慢速壘球运动爱好者 17号在花莲县国府慢速壘球场举办了慢壘活动 体育总会总会长汪光辉表示 能够让22个县市的慢速壘球选手来到花莲比赛 感谢花莲县政府能够大力的推动相关的活动内容 慢慢的提升慢壘的运动人口 花莲县体育会举办111年台湾体育总会第二届会长杯 全国软式慢壘邀请赛 17号在国府慢速壘球场进行开幕活动 汪总会长表示 花莲的慢速壘球场环境优美 能够让900多位参赛者能够一同比赛 是喜爱此项运动的选手们之福 汪市长一年前孙 在南岛孙 我开这个班就第一次 他说汪市长我每年孙要我们花莲县 一定要来 看他努力用心 难怪今天孙八九百人孙来参加万里孙的比赛 我也感谢我们花莲县市长两位市长 议员 秘书 秘书 主任 对我们体育孙的支持 今天才有很专门 花莲县政府近几年积极推广体育赛事 并改善慢速壘球场地 提供全新的棒壘球场地 让所有爱好慢速壘球的县民 能够拥有最舒适的打球环境 壘球让你月月打都打不完 我们六月办了太平洋杯的壘球赛 下个月十月份还要办太平洋杯城市对抗赛 邀请所有各县市的精英队来到花莲比赛 另外十二月也要办花莲县县长杯 即宽崎杯第24届的慢壘赛 所以在这里预告 欢迎大家一起来花莲运动好不好 而开幕活动当中 县长徐政卫立委夫坤奇提议总会总会长 县议员魏家燕 徐子芳李秋旺等贵宾也都到场致意 花莲时间后收拾文革下来好不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